少林第一巨人横空出世 刚上台31秒狂砸几十拳KO对手 美国选手站着就已经晕了 在2017年昆仑绝海南战中 中国选手叶翔跟美国选手史蒂文班克在擂台上相遇 说起叶翔想必各位五粉都不陌生 他是我国散打重量级第一人 自幼在少林塔沟五校习武 曾获得过2016年散打冠军 而此次他的对手名叫史蒂文班克 在美国有着功夫熊猫之称 出场时就十分嘚瑟 边跳边挑衅 在比赛中 叶翔一上来就打得十分凶狠 几击重拳就把史蒂文打到了围绳边 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疯狂输出 仅用了31秒就结束了战斗 把美国选手打得站着就已经晕了 其实像这种出场十分嘚瑟 被暴揍的有很多 比如中国小将杨宇跟日本选手小平刚逝的那场比赛 日本选手在出场时就一脸嚣张的样子 边舔拳套边嘚瑟 让人看后只想揍他 结果刚上场不到一分钟 就被中国小将杨宇重拳 看杨宇在擂台上 呢 ول 找不到 即是 是 比赛完成了 比赛完成了 想让胡子 永远赛 杨宇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